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攸关健康与生命的话题 面对疫苗我们究竟该不该打 近期疫苗施打后出现的猝死新闻让人人心惶惶 打完A字疫苗后猝死的案例已经破百 很多长辈看到新闻都害怕了 纷纷犹豫该不该去接种 那么哪三种人是千万不能打疫苗的呢 另外明依也提醒有两大接种禁忌 在打疫苗前后我们绝对要避开才能确保安全 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些问题 首先来看看哪三种人不适合 甚至绝对不能打疫苗 专业医师陈欣梅指出 疫苗虽然是对抗病毒的重要武器 但并非人人适用 以下三种族群接种风险特别高 必须格外慎重 严重情况下甚至应该避免接种 第一种人对疫苗成分严重过敏的人 这类人是疫苗接种的头号禁忌 什么叫严重过敏 指的是曾经发生过严重的 立即性过敏反应 例如注射后几分钟内出现过敏性休克 呼吸困难 全身寻麻疹等的人 如果你过去打某种疫苗后 差点送急诊 或对疫苗中的某些成分 例如稳定剂 防腐剂 蛋白质载体等 有严重过敏反应时 那医生会强烈建议你 千万不要接种该疫苗 这并非小题大做 因为疫苗诱发的过敏性休克 虽然非常罕见 但一旦发生可能危及生命 举个真实例子 2020年英国刚开打COVID-19疫苗时 就有两名本身患有重度过敏体质的 医护人员 在施打后出现剧烈过敏反应 幸好及时抢救 没有酿成悲剧 事后英国卫生部门立即规定 像这种曾经有严重过敏史 暂时不要施打该款疫苗 可见对于严重过敏族群 谨慎避开疫苗风险 是有科学根据的 需要强调的是 一般的过敏体质 并不等于不能打疫苗 如果你只是对花粉 沉满过敏 或小时候对某些食物 例如海鲜 鸡蛋 会过敏 这并不直接构成疫苗的禁忌症 一般过敏 过敏性鼻炎 轻微的药物 或食物过敏的人 大多仍然可以安全接种疫苗 只是接种时 应提前告知医师 并且留关至少15到30分钟 以防万一 真正需要绝对避开的 是对疫苗本身成分 曾经发生过严重过敏反应的人 或者对第一剂疫苗施打后 出现过敏休克的人 这些人通常医师会建议 不再接种第二剂 以免冒不必要的生命危险 总之 凡是对疫苗成分 有严重过敏死者 这第一类人 是千万不能打疫苗的 第二种人 正在生病 身体状况不稳定的人 疫苗接种 讲究的是锦上添花 而不是血上加霜 如果你的身体 正处于虚弱 或患病状态 暂时不适合打疫苗 举例来说 发烧就是明显的禁忌症 当你正在发烧 无论低烧还是高烧 或患有急性中重度疾病时 应该等病情稳定后再接种 原因很简单 当下身体正对抗疾病 免疫系统忙得不可开交 这时候打疫苗有两大坏处 其一是 可能降低疫苗效果 因为免疫系统无法专心产生抗体 其二是 容易混淆副作用和病情 你本来就不舒服 打了疫苗后 发烧倦怠 会弄不清是病加重 还是疫苗反应 医师都建议这类情况 还打为宜 等病好了再说 不只是发烧 任何急性疾病发作期 都属于这第二类不宜接种的人群 比如正在严重咳嗽 喉咙痛的感冒患者 处于急性肠胃炎脱水状态的人 或者慢性病突然失控 例如气喘急性发作 血压飙高 失去控制的患者 都暂时不要打疫苗 先把原本的病情稳定下来 再考虑接种 才能确保安全 想象一下 一位血糖报表的糖尿病长者 若此时硬要去打疫苗 疫苗可能引发的发烧或食欲不振 会让血糖更难控制 甚至诱发严重并发症 又或者某人正在肠胃炎 狂拉肚子 严重脱水 这时打疫苗体内需要充足水分 来触发免疫反应 结果身体状况差 反而更容易出现晕症或不良反应 这些案例告诉我们 带病之身不可逞强打苗 症患病者请休养为主 千万别带着虚弱的身体去硬撑 值得一提的是 一些计划性医疗处置的时机也要注意 如果你即将动大手术 医师可能会建议 手术前后先不要急着打疫苗 避免身体负担过重 如果你前不久才刚感染过新冠病毒 身体尚在恢复期 也可以缓一缓再接种 一般建议康复后 间隔几周到数个月再打 让免疫系统有休息时间 因此总的来说 凡处于生病状态或身体极度虚弱时 都属于不适合打疫苗的情况 这是对自己健康负责 也是对疫苗效果负责 第三种人 极度衰弱或末期的患者 这一类人其实涵盖范围较小 但现实中常让家属左右为难 指的是那些高龄且罹患多种重病 身体状况极度不佳的长者 或者处于末期阶段的病患 对这些人来说 打疫苗可能是弊大于利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 疫苗本身可能引起一些短暂的不适反应 例如发烧 疲倦 食欲下降等 对于年轻健康的人来说 扛过一两天也就没事了 可是对一位极度衰弱的90岁老人来说 一场高烧可能就雪上加霜 事实上 在2021年各国疫苗开打初期 就有报道指出 某些国家的安养院中 体弱多病的长者在接种后不久去世 以挪威为例 他们发现几十起高龄 病奄奄的老人 打疫苗后死亡的案例 怀疑这些长者本身寿命已进入倒数阶段 经不起疫苗引发的那点风波 后来挪威卫生当局也调整建议 对于极度体弱的老人要个案评估 有时候可以不打 台湾本土也有类似状况 长者大规模接种AZ疫苗后的最初几周内 就通报了数十起接种后死亡案例 其中大多数是有慢性病的高龄长者 虽然事后调查多数死亡和疫苗 无直接因果 但这些案例共通点是 年纪大 好多慢性病 换言之 这些长者原本身体状况就很差 疫苗带来的一点点生理负担 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 如果家中有老人家是卧床多年 器官衰竭 或者刚中风 心肌梗塞过 健康状况非常不好的 该不该带他去打疫苗呢 明医的建议是 一定要由专业医师评估 这类长者并非绝对不能打 但必须衡量接种的益处是否大于风险 一般而言 若是生命末期的患者 预期寿命有限 又长期卧病在床 与外界几乎隔绝 勉强施打疫苗 可能意义不大 还可能因副作用 让他多受折腾 这时宁可不打 让他安详度日 但是 若是高龄但病情稳定 未到衰弱临界点的长者 仍然建议接种 因为一旦感染新冠 对老人的威胁远比疫苗大得多 关键在于专业判断 医师会根据长者的心肺功能 最近的健康状况 营养程度等来决定 总之 第三种人 指的就是那些极度衰弱 恐怕难以承受 疫苗短暂不适反应的族群 对他们而言 接种需要特别谨慎 很多时候 医生会建议避开 疫苗带来的额外风险 以上三类人士 公认不适宜接种 甚至应避免接种 疫苗的族群 如果你或你家人 正好属于其中之一 那在疫苗战前就要三思 务必咨询医师意见 不要冒险行事 那其他没在 这三类清单中的人 是不是就代表 可以高枕无忧 毫无禁忌的去打疫苗呢 当然不是 就算你本身适合接种 还有两大 接种禁忌 是每个人在打疫苗前后 都要注意的 陈新梅医师特别提醒 这两件事绝对要避开 才能让疫苗发挥最大效益 降低副作用风险 我们把这两点称作 接种两大地雷 千万别踩 接种禁忌医 千万不要熬夜 带着疲惫的身体 去打疫苗 简单说 就是保持充足睡眠 很多人平时就熬夜惯了 甚至有的人会选在下班后 晚上跑去打疫苗 但医生强调 打疫苗前一天 一定要早睡 不要熬夜到三更半夜 为什么睡眠这么重要 因为睡眠不足 会大大降低疫苗保护效果 这可不是耸人听闻的说法 背后有科学研究支持 科学家曾做过研究比较 充足睡眠者 与睡眠剥夺者 在接种疫苗后 抗体反应的差异 结果发现 睡不好的人 产生的抗体水准明显偏低 有研究指出 每晚只睡4小时的人 他们接种疫苗后 产生的抗体浓度 可能只有睡足 8小时人群的一半左右 换句话说 熬夜等于白打 疫苗的保护力 可能被你自己活生生减掉一半 这是何苦呢 不仅如此 睡眠不足 还可能增加副作用的不适程度 想象一下 你已经熬夜精神不济 第二天打完疫苗 出现的疲劳 头痛可能会被无限放大 本来体力充沛的人 打完苗可能只是觉得累 你熬夜的人 打完可能直接病倒在床上一整天 身体在疲累时 免疫系统也较迟钝混乱 对疫苗的反应 可能比较不平衡 因此为了让疫苗 顺利的在你体内产生良好反应 一定要让身体处于休息充足的状态 最理想是在接种的前一晚 就好好睡一觉 不要开夜车工作 或打电动到天亮 接种当天早晨 精神饱满的去 你的身体会更从容的应对疫苗 产生稳定的免疫反应 有人可能问 我平常都晚睡 突然早睡睡不着 怎么办 如果前一天实在无法提早很多入睡 至少也请躺下来闭目养神 避免剧烈耗神 总之切记 不要带着疲惫不堪的身体上战场 充足睡眠 就是在给免疫系统充电 电充满了再去打疫苗 才能火力全开地 建立抗体压 接种禁忌 二 接种前后不要喝酒 这也是专家们再三提醒的一件事 许多人可能有个误解 觉得小酌一杯无伤大雅 甚至有的人想说 打完疫苗不舒服 喝点酒助眠压压精 然而医师明确建议 打疫苗的前一天千万别喝酒 打完后的一周内也最好戒酒 为什么酒精要暂时避开呢 主要有几个考量 首先 虽然目前没有直接证据显示 适量饮酒会明显削弱疫苗效果 但过量饮酒是已知会抑制免疫系统的 酒精摄入后 身体要解毒 本身就是一种负担 大量饮酒还可能导致脱水 睡眠品质变差 这些都不利于免疫反应 试想 疫苗正刺激免疫系统造抗体 你却灌酒 让免疫系统顾着忙别的 抗体产生可能就不理想 其次 临酒后容易出现心跳加速 血管扩张等生理反应 增加不良反应判断的困难 举例来说 你打完疫苗当晚发烧了 如果同时喝了酒 你可能搞不清楚 是疫苗让你发热 还是酒精在作祟 再者 有些人平常酒精过敏或不胜酒力 打完疫苗身体本来就在调整 再来点酒可能更不舒服 甚至引发呕吐 心悸 那真的会把医生和自己都吓坏 此外 还有一点现实的原因 医师本就不鼓励民众喝酒 既然打疫苗期间 本来就应该多休息 多喝白开水 那就趁机 滴酒不沾几天吧 这对健康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很多国家的卫生单位 在疫苗FAQ中都建议 接种当天和随后几天 都应避免饮酒 让身体专注于免疫反应和复原 当然 若真想小酌输压 至少也请等几天后 身体没有明显不适再考虑 而在此之前 多喝水取代酒精 有助于代谢体内 可能因疫苗而产生的废物 减轻副作用 有人开玩笑说 酒精消毒不能用在体内 正式提醒大家 酒喝进肚子里 可不会消灭病毒 只会让身体更累 我们要让身体处于 最清醒健康的状态 去迎接疫苗带来的免疫刺激 酒精明显和这个目标背道而驰 所以 为了疫苗的最佳效果 敬酒不吃 这段时间就对酒精say no 日后再补喝也不迟嘛 以上两大禁忌 一个是睡眠 一个是酒精 说白了就是要你在接种期间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不要做任何会削弱免疫的事 简单总结就是 打苗之前好好睡 打苗之后好好戒 做好这两点 能够大幅提升疫苗在你体内的表现 也降低可能的副作用 聊完了不能打疫苗的人 和打疫苗不能做的事 你大概已经心中有数了 如果不幸 你自己就属于前数不能接种的族群 比如对疫苗严重过敏或因重病无法接种 该怎么办呢 别灰心 陈欣梅医师提醒我们 提升自身免疫力与治愈力才是根本之道 面对新冠病毒这种狡猾的敌人 疫苗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体内的防线 如果因种种原因无法施打疫苗 请把重点放在强化自己的免疫系统 即使打了疫苗的人 平时增强免疫力也一样重要 因为没有任何疫苗保证百分之百防感染 最后抵抗病毒的还是要靠自身的健康状态 如何提升免疫力呢 陈医师从抗发炎生活的角度 给出了很多建议 他强调 现代人许多慢性健康问题 肥胖疲劳睡不好等 其实都和身体处于慢性发炎状态有关 也就是俗称的慢性过敏体质 这种隐性的慢性发炎 会让免疫系统长期处于不平衡 遇到疫苗或病毒时 反应可能过强或过弱 导致不是副作用严重 就是保护力不足 听起来很可怕 但好消息是 我们可以透过调整饮食和生活习惯 来改善这种发炎体质 陈医师教了一个简单的自我检测方法 进行14到21天的饮食排除法 也就是说挑战自己两到三周 不碰一些常见的高过敏原食物 观察身体是否因此感觉更好 哪些是常见的可能引起慢性发炎的食物呢 他列出了台湾人最常见的十大过敏食物 包括肤质制品 卤制品 鸡蛋 坚果 花生 海鲜 大豆制品 夜饮类蔬菜 例如茄子 番茄等 部分人会有反应 以及含有防腐剂 或人工添加物的加工食品等等 当然每个人体质不同 不需要一下子全界 可以一样样逐项排除测试 例如 先是两周不吃含肤质的食物 面包 面条 蛋糕 先暂停 看是否觉得肠胃更舒适 精神更清爽 再换乳制品停两周 留意过敏症状是否改善 依此类推 这样做的目的是找出悄悄让你发炎的元凶 一旦找出并避开那些食物 你可能会惊讶于身体的正面变化 陈医师分享他的临床观察 有些病人仅仅通过饮食调整 在两个月内体重减轻了8公斤 而且不是节食癌二瘦下来的 是身体不发炎后自然代谢变好 甚至有些长期失眠的人 肠胃调好了 过敏改善了 也不再需要安眠药 就能一夜好眠 这些例子都说明 降低身体的慢性发炎程度 能大大提升你的治愈力与免疫表现 当你的身体处于最佳状态 就算没打疫苗 面对病毒侵袭 也比较有本钱与之周旋 而如果你打了疫苗 一个健康低发炎的身体 也能产生更强更持久的保护力 最后我们再把重点做个整理 不能打疫苗的三种人 对疫苗严重过敏者 正处疾病或身体不闻者 以及极度衰弱的病患 这些族群应该避开疫苗接种 或咨询专业评估再决定 打疫苗的两大禁忌 熬夜和饮酒 在接种前后一定要避免 务必保持充足睡眠 远离酒精 让身体以最佳状态迎接疫苗 除此之外 平日还要着重均衡饮食 找出并远离让你慢性发炎的元凶 培养良好作息与适度运动 全面提升免疫力 这样一来 我们就能用最好的状态 来面对疫情挑战 疫苗是防御病毒的重要利器 但只有掌握正确的使用方式 它才能成为真正的盾牌 而非双刃剑 希望今天的深入讨论 能够帮助大家了解 谁该打谁不该打 以及打疫苗前后该注意什么 面对病毒 我们不用过度恐慌 但也绝不能掉以轻心 该避的风险一定要避 该做的准备绝对要做 让我们理性评估 自信应对 运用科学知识 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只要谨记这三种人不可打 两大禁忌要避开 相信疫苗将能为我们 带来最大程度的注意 帮助我们早日战胜疫情 重拾安心的生活